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我们来包广式碱水粽子 首先把糯米放入盘中 之后倒入适量的水 浸泡两个小时酒肉 之后沥干水分 这个是碱水 如果买不到的话可以用食用碱 如果都买不到的话也没关系 直接包盘米粽子就好了 放25克碱水 搅拌均匀 拿到准备冰 放入干净片和炒粉 倒入没过中叶的水 之后盖上盖子 开大火 煮开后就炒好煮10分钟左右 就可以夹出来了 清洗干净 接下来准备馅料 把豆沙分成一个小圆 若是瘦的红豆沙或自制红豆沙都可以 炒料都准备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包重 取两片 光面炒上 头尾最大别放在一起 稍微缩减一下 在靠近1分之1的位置 折出一个漏斗状 漏斗尖头 部分也要折进去 在重面的漏斗里加一层糯米 压出一个小口 放入豆沙 继续添入糯米 将米稍微压紧实 将种叶较长的一端 两片叶子折下去 两个角也要折进去 将下来的叶子 黏着粽子的形状灭紧 用手指 满压把粽子抛起来 打个洗 修剪掉脱出来的叶子 粽子都包好了 之后将粽子放入嘎压锅里 倒入摸过粽子的水 大火上气 上气后转小火 煮2个小时煮肉 所以不要把水压干了 时间到 粽子就煮好了 拿出来放凉 放完后就可以喝吃了 最好放在一杯茶 整个Q弹 有清香的味道 麻油口的食物非常满 我是小吉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小吉的食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